请听小说《仙逆》第1501章 烈幽明一 罗天星宇的事情依然到了尽头 从陕云星离去 王林没有任何的停顿 脉步间直奔星空几尺 其脚下波纹回荡 身影融入天地而走 这最后一件事情 王林势在必得 罗天星宇内有一处地方 这里极为荒凉 更是充满了迷雾 若是贸然闯入进去 很有可能迷失方向 被生生的困在里面 永远也走不出来 这里是罗天的禁地 在其四周 寒有修士会来到这里 即便路过 也往往会选择避开 不愿临近 茫茫的雾气内隐藏了一些奇异的凶兽 这些凶兽与云海很相似 虽说不多 但在这雾气内却是自成一界 神石在这里会受到雾气的抵消 很难覆盖全部 王林的身影在一阵星空的波纹扭曲下 出现在了这片区域之外 望着前方那漆黑的浓雾 王林双眼又金光一闪而过 他当年在雷仙界离开后 被传送到了这里 更是出现在了那异兽的体内 带着先选族之人冲出后 回头看去的惊鸿一瞥 他看到了那庞大无比如鲸鱼一般的巨大之兽 幽冥 此刻 王林在罗天的最后一件事 便是猎幽冥 幽冥兽体型庞大 实力之强堪称绝伦 但此兽却是极为胆小 欲敌则弊 与那庞大的身子 这胆小的性格几乎是不成正比 但尽管如此 当今世上敢于招惹幽冥者却是极为罕见 甚至就连那鲁夫子 明明知晓这里存在一头幽冥兽 但却也生不起一点猎兽的念头 以鲁夫子的修为 对于此兽都如此忌惮 可见其强大的程度 若是此兽性格暴虐 整个罗天将会成为浩劫 就算是望月 虽说身子大过此兽 但同样也不敢招惹 游明兽只会两样神通 第一样神通呢 便是虚化戒子 其庞大的身子若不显露之时 很有可能即便是在他身边 也很难被人察觉 尤其是其性格胆小 一旦受到惊扰 往往立刻就会选择化作虚无如戒子一般 让人难以找到 其第二样神通 与虚化戒子完全不同 在这第二个神通下 望月也好 鲁夫子也好 全部都要望风而逃 游明有寿 体存一介 此介可大可小 变化莫测 此兽的唯一神通 便是吞 一旦把此兽逼急了 他开口一吞之下 星空震动 法宝也好 凶兽也好 修饰大能也罢 即便是修真心 即便是一片星域 也会全部都在这一吞之下 尽数落入此兽体内 被困在其体内一介 幽冥万年不张口 张口一次岁月流 说的 并是一旦幽冥兽 主动吞噬 那么在他体内的那一介 可以让岁月瞬息流转 万年甚至数万年 他没有让岁月缓慢的神通 有的只是刹那流逝 传闻中 在太古时期曾经有一头成年的幽冥兽 在被人逼紧之后 骤然开口吞噬了一片星空入体 直接在机体内千百万年岁月流转 那星空成为了尘埃 其内所有敌人尽成亡魂 很少有人了解幽冥兽 只是从一些传闻中知晓 此兽并非次次吞噬都会流转岁月 似乎这神通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种极大的负荷 但虽说如此 却是仍然还有人敢招惹此手 王林对于幽冥兽的了解 大都来自界外 一次次的仙术尸体上面 吸收了太多修士的记忆后 渐渐的有关幽冥兽的信息 在他的脑海中慢慢的全面起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 再加上他本就对着幽冥兽 很感兴趣 故而才有着罗天的最后一件事 唯一不解的 便是当年的为仙界区区先王 为何可以借着幽冥兽 为其所用 盯着那雾气 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若非是他当年亲眼看到了幽冥兽 感受到其身上的无法想象的力量 他定然以为此兽只是身子庞大而已 实力不会太多 这先王也是心智惊人之辈 或许是另有方法 巧借此兽 王林神色露出凝重 右脚抬起 向前一步迈出 整个人化作一道白红直奔雾气 他速度太快 转眼之下 就冲入进了雾气内 刚一进入 顿时就引起了雾气的大范围卷洞 隐隐的似有无数咆哮之声 从远处悠悠的传来 落在王林的耳中 如同鬼哭狼嚎 七里惊心 这片雾气 当年令王林紧张不断 凭着莫大的机缘 与对本尊固定方位的指引 这才慢慢地走出 但眼下他却是不假思索 在那极快的速度下 向着雾气深处 不断地前行 他更是散开神石 环绕八方 轰轰扩散之下 虽说无法覆盖全部 但数万丈内的一切 确实浮现在心 不到万不得已 王林不会让灵动与周锦二人 联手展开神石搜索 这幽冥兽不是修士 其性子是极为胆小 一旦被神石干扰 此兽立刻就会急速遁去 逃遁到也无妨 可一旦对方是虚化戒子之后逃遁 王林寻找起来将会极难 而且他并不是为了杀死幽冥兽 而是要让此兽成为自己的 古神本命之兽 前行中 王林神色极为凝重 奇速之快在这雾气内 不断地闪烁 没迈出一步便是数万丈 以这种密集地堪比 寸寸搜寻的方式 在这雾气内 不断地寻找幽冥兽的踪迹 时间缓缓地过去 王林没有任何疲惫 他就如同一个猎人 在猎物出没之地 谨慎地搜寻 在这寻找的过程中 一头头样子奇异的各种凶兽 不断地出现在王林的神石内 但这些凶兽即便是再凶艳 被王林神石扫过之后 全部都是身子矩阵 待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甚至就连咆哮也都吼不出半点了 雾气内往往白影一闪便是无尽的距离 在王林的吉尺当中 他渐渐地把这整个雾气所在的星域探查了十之二三 没有任何幽冥兽的迹象 此兽在当年的惊鸿一现之后 仿若是失踪了一般消失不见 王林神色依旧凝重 没有半点不耐 沉默中继续搜寻下去 渐渐地 王林的身影越加深入这片磅礴的雾气星域内 一次次地寻找之后 慢慢地其足迹遍布了这星域近半 还是没有任何幽冥兽的痕迹与线索 仿若此兽已经离开 不存在于此地一样 王林眉头略有一周 沉默中还是放弃了以灵动周锦联合神识探查的想法 而是平下心来 向着前方再次击齿 神识更为细密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林寻找过的范围不断地加大 慢慢地从一半蔓延至整个星域雾气的近八成 就在这时 王林身子突然一顿 其眼中金光骤然一闪 神识卷动 锁定在了前方雾气内 在王林三千丈外的雾气中 有一片个体 约百丈大小的碎石群 这些碎石不下几时 安静地漂浮在雾气中缓缓地移动 王林目光穿透雾气 遥遥地落在那碎石群上 身子向前一晃 其速如闪电 直接穿越雾气 越过三千丈 出现在了这片碎石前方 近距离地看去 这些碎石颜色多姿 仿若宝石一样 被一股奇异之力融合在一起 这才形成了眼下的一幕 他在一处百丈碎石上 王林低伸右手在上一敲 便有阵阵砰砰之声 从其内传出 陈吟烧情 王林右手在鞋上 狠狠地一抓 咔的一声 就抓出了一块在手 仔细地看了几眼后 王林眼中露出奇异之毛 这些碎石内散发出一股 万股沧桑 而且蕴含了极为浓郁的灵气 甚至一块百丈碎石 就赫然能与一颗 半废弃的修真心蕴含的 全部灵气相比 只不过这灵气虽惊人 可却没有半点灵动 仿若死物一样 没有升级 从未听说过这世间 有如此灵时 这百丈碎石 就算是极品灵石 都无法与其比较 一旦拿到修真戒去贩卖 百丈碎石 足以卖出一个 无法想象的天价 只不过在这上面 有岁月流逝的痕迹 看其样子 似在岁月中度过了 数万年一样 使得自悟 王林正分析忽然话语一顿 其双眼猛地睁大 死死地盯着手中的碎石 岁月痕迹 岁月痕迹 王林隐隐 好像抓住了一些什么 神石在这一片碎石上横扫 感受那岁月的气息之后 其眼中 骤然就有光芒一闪 幽明兽的排泄之物 王林望着眼前这些碎石 神色露出惊异 没错了 定是那幽明兽 不知为何吞噬了几颗修真心 在体内一界转动了岁月流逝 使得那几颗修真心生生死亡 但星魂虽亡 修真心虽说灭去 可气内的灵力还是在岁月流逝下 凝聚在了一起 这才使得这些碎石灵气 极为浓郁的同时 却没有半点生气 仿若死物 弥漫了岁月的气息 幽明兽 想要猎取 必须要先封印 而且其身体庞大 不但外部要封 就连其体内 也要封印 王林目光闪烁 他赶来猎幽明 便是已经在心里 有了完整的准备 外部封印雷霆一击 可以完成 难得是其内部封印 还有其魂的封印 请听小说 仙逆 第1502章 猎幽明 二 盯着眼前这片碎石群 王林右手向前一挥 立刻便有一股狂风扫过 落在这片碎石上 无声无息下 这些碎石全部崩溃 其内的灵气直接卷动 被王林右手一抓之下 立刻一缕缕灵气 积极而来 环绕在其手心之上 渐渐形成了一个气旋 以灵之影 王林左手 恰觉点在那灵气气旋之上 顿时这灵气 化作烟丝一般 飘摇而起 环绕王林身体 一圈后 直奔右侧及持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紧随那灵气烟丝之后 向着右侧的无尽雾气内 快速前行 这碎石抽出的灵气 虽说没有生机灵动 虽说存在岁月痕迹 但同样 因其是从幽冥兽体内而出 在它上面 还有一丝淡淡的幽冥兽的气息 以这气息指引 就可以找到幽冥兽 王林目光闪烁 身影如闪电一般 紧紧地随着那急速向前指引的灵气烟丝 向着雾气星域的深处 积极而去 随着前行 王林眼中有喜色一闪而过 他隐隐地感受到了一股威压 从远处缓缓地散来 在这威压之下 附近没有任何凶兽敢存在于这里 更是在传入王林心神的刹那 这威压好似化作一股大力使得王林心神一阵 他不假思索 慢慢地在不引起着威压注意的前提下 把自己散开的数万丈神石收缩 收缩直至笼罩身体百丈范围 这才停下 与此同时 其身子随着那灵气烟丝破开雾气 向着深处一冲而去 越是前行 那威压便越是强大 越是清晰起来 弥漫在王林身上 如同有无数大山鸭来 威压虽大 可王林却没有任何脆缩 反而目中露出了浓浓的兴奋与战意 他右手在前一挥 立刻前方及时的灵气烟丝 一顿之下倒卷 被王林收入处空间内 他站在那里 舔了舔嘴唇 心中似起了一团火 横扫全身 若这幽冥不强 劣之反倒无趣 他越是强大 我将之劣取便越是值得 如此方才可以成为我 古神本命之手 王林嘴角露出微笑 向前缓慢而去 渐渐的 这胃压越来越大 随着王林不断地接近 隐隐地似乎在其前方 栖息了一头 无法想象的存在 这存在似在沉睡 微压如浪 无声无息间扩散 在这微压的扩散中 四周的雾气卷动 向着八方缓缓退出 若是从上方至高地 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雾气如同波纹 随着微压向外 划出层层涟漪 而王林则是在那涟漪之中 带着兴奋 向着猎物缓缓地临近 猎幽明 神石被凝固在百丈左右 在这里 王林已经不需要神石 不需要灵气烟丝指引 凭着这股微压 他就可以找到那幽明兽 雾气如浪 无声无息地向着四周卷动 在这雾气的横扫下 王林身子如梭 毫不犹豫地向前 一步步迈去 在那微压 以及雾气卷动 最狂暴的一瞬间 王林眼中露出 惊天寒光 其速度骤然间就暴增起来 仿若之前的一切举动 都是在叙事 都是在为了这最后的冲刺 做出彻底的准备 在这一刹那 王林的速度已然达到了 其七星骨神的全部 就算是鲁夫子 也无法相比 无法形容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声音 可以传播的数倍 如此一来 便有了那瞬息间的悄然无息 那还没等出现的破空之声 狠狠地甩在了身后 王林直奔前方 雾气在他身前崩溃 向着四周倒卷 那威压在他身前 瓦解层层消散 仅仅是转瞬之中 王林就彻彻底底的 破开了前方所有武器 出现在了最前方 看到了在他的面前 摆杖之外 一头庞大的凶兽 这凶兽样子 如同鲸鱼 其身子的大小 不下数十万丈 修饰在其面前 如同蝼蚁 幽冥兽 在其嘴部两边 还有两根巨大的须子 这须子便有万丈之长 在缓缓地晃动 紫兽之口紧闭 就连双目也是合着 仿若沉睡一样 其身体一片深蓝 远远看去如同是一片深蓝之海 在这雾气内漂泊 磅礴的微压 从其身体上向着八方扩散 卷动物器而动 王灵兽出现 直到目睹 此时候全部都是刹那间发生的 他双目瞳孔收缩 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向前一步冲去 百丈 八十丈 五十丈 三十丈 直至三丈 在临近三丈的瞬间 王灵右手抬起 向着那沉睡中的幽冥兽 狠狠地一掌落下 轰轰之声 在这一刹那惊天而起 更有之前王灵那 极致的速度甩出的音爆 也在这一瞬息追来 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 横卷了这整片雾气星雨的 巨大声响 轰隆隆的声音 仿若星雨崩溃而传 足以让一切听道之人 心神崩溃 肉身撕裂 已无王族古神 道骨传承之威 封如外体 为本命之手 轰鸣之下 王灵的右掌 落在了幽冥兽的身上 化作了一个手掌大小的 蕴含了道骨气息的符文印记 外部封印已成 眼下就是内部封印 而且不能进入其体内的那一界当中 还有那最难的其浑制封印 唯有这三种封印全部完成 此兽便可成我古神本命神兽 那幽冥兽身子骤然一阵 从其内直接便有一声怒吼 咆哮疯狂地传出 这咆哮之声如同第三部大能的神通 直接就压过了之前的巨响 碰撞之下形成了一股 无法形容的冲击之力 此力轰轰扩散 整个雾气星域的全部雾气 疯狂地卷动 若是从外界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星域内的雾气 仿若爆开一般 向着四周急速地扩散 如同星空毁灭之前的一场浩劫 整个罗天星域所有修饰 全部都清晰地感受 罗天星域的震动 王林在那幽冥兽身边最近 被那冲击横扫落在身上 身子急急后退出数百丈 每一步落下都有轰鸣回荡 其脚下的星空出现层层崩溃 隐隐露出了下方一片虚幻之瓦 这虚幻之瓦正是封界大阵 那幽冥兽的身子震动之下 双目猛地睁开 死死地盯着王林 嘴角两根须子急速地舞动 阵阵低吼从其口中传出的同时 其庞大的身子居然没有后退 而是在其腹部传出的吼声当中 露出了滔天的凶焰 猙獰的直奔王林撞击而来 王林双眼一凝 擦去嘴角鲜血的同时 仰天长笑起来 身子同样没有后退半点 在那幽冥兽撞来之时 直接迎面踏出 都说此兽性子胆小 欲敌则逃 当年我看到踏实也的确如此 但如今此兽不知为何 居然没有逃顿 哼 如此更好 王林脉步当中 体内有砰砰之声传出 却见其眉心股神七星旋转 身子骤然间就暴增膨胀 转眼之下就化作了千丈大小 轰地一声 王林双臂伸开 在那幽冥兽撞来的瞬间 一把抱住了此兽那庞大的身子 低吼当中 王林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 大力从对方的身体上疯狂地传来 震动其身 让王林喷出鲜血的同时 身子登登登不断地后退 这一退便是千丈 但王林神色中的战意却是更为浓郁 他笑声回荡 双手死死地扣在那幽冥兽的嘴部 低吼之声回荡 这才有些意思 与王某比拼力气 好 王林低吼当中 强行让自己的身子停下 在其停顿的刹那 从幽冥兽体内传出的大力 再次席卷 轰鸣之中 王林眉心七个星点旋转成了漩涡 阵阵鼓声之力传入其体内 使得王林不但停下了身子 更是在阵阵吼声当中 抱着那幽冥兽 向前狠狠地迈出一步 星空震动 雾气轰鸣 王林的笑声八方传开 他眼中战意盎然的同时 也有血丝弥漫 推着那幽冥兽 迈出一步的刹那 没有任何停顿 竟再次迈出了第二步 那幽冥兽体内传出咆哮 似乎无法阻止 从王林身体内传出的骨神之力 在王林的争鸣当中 不断地被王林向后退去 王林速度越来越快 吼声吓 一步步地迈出 十丈 五十丈 一百丈 至至一千丈 任凭那身子数万丈大小的幽冥兽 如何挣扎 都难以从王林的双手中挣脱 身不由己地被王林脉步当中 轰轰推出 更是在越过了千丈之后 王林双臂 清金鼓起 全身鼓身之力 疯狂地涌动 抱着那幽冥兽身子 直接升空 双手举起此兽 向着下方狠狠地一甩 轰鸣惊天 这星域的雾气 向着四周急速倒卷 赫然间就形成了一片中空之地 那幽冥兽庞大的身子 砰的一声被王林甩出 直接向着下方落去 巨大的声响传荡中 这幽冥兽体内的咆哮 透出惊恐 其眼中更是露出恐惧之色 如鲸鱼一样的尾巴甩动之下 竟不敢再战 而是在被王林抛出的瞬间 向着下方急急逃去 称为本神命兽 随本神叱咤天地 王林双目一闪 他方才最早拍出的那一掌 蕴含了本命气息 一掌落下 已然传入这幽冥兽的体内 此刻看到那幽冥兽逃顿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但就在他临近那向前逃去的幽冥兽的刹那 此兽却是身子猛的一转 眼中之前浮现的恐惧全部消失 露出了一丝睿智 他根本就没有半点畏惧之色 之前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迷惑对方 让人以为他要逃走而不顾一切的追来 如此便落入到了他的计算之中 这哪里还是什么幽冥兽 这分明就是一头修炼到了一定程度的兽灵 在转身的一刹那 这幽冥兽体内的咆哮是闷闷而出 其巨大的口缓缓地张开了一道缝隙 幽冥万年不张口 对幽冥兽来说张口的那一丝裂缝 实际上却足有百丈大小 在其张开的一刹那 原本只是在其体内传出的咆哮 仿若是憋了数万年一样 从这口中张开的裂缝内疯狂地冲出 吼的一声 无法去形容这吼声的威力 在其声音扩散的瞬间 星空震动 整个罗天星域全部都清晰地听到 随着吼声的宣泄 自有一股力量从这幽冥兽体内爆发 硬生生地将其张开的百丈之口再次扩大 百丈三百丈八百丈千丈 吼声带着一股足以崩溃星空的冲击力 在传出的刹那直奔亡灵而去 亡灵头发急速地扯动 肉身仿若要被撕裂 双耳轰轰 幽冥兽张开的千丈之口再次扩开 千丈三千丈六千丈直至八千丈 一眼看去那巨大的幽冥之后 就如同是通往幽冥之路 从其内传出的吼声 仿若是神灵的咆哮 罗天雾气内 亡灵面色阴沉在那幽冥兽之音下 四周的雾气疯狂地扩散 转眼望去 四周再无半点雾气存在 就连他的身子也在这幽冥之音下被推动 齐齐后退的同时 肉身传来阵阵撕裂之痛 若非他是七星古神 换了寻常修饰 在这幽冥音下定然崩溃 后腿当中 王林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刹那间便有十多个古稀叶急速而出 并非是去封那幽冥兽之口 而是环绕在王林的身边 与此同时 王林右手一点眉心立刻灵动上人与那周锦同时幻化 这二人出现之后并未去进攻明寿 而是在王林两边迅速掐绝 阵阵香火之力弥漫下 笼罩在了王林的子周 这一切都是刹那发生的 在灵动与周锦二人出手的瞬间 王林眉心的古神星点 转动如风 轰然间就在他的身体外 那道骨头颅幻化 笼罩在了三人身体外 那幽冥兽的吼声只存在了 树袭便骤然消散 没有了声音传出之后 却是有一股庞大的犀利 漠然弥漫在了星空之中 在这强悍的犀利下 王林看到了幽冥兽 这吞噬天地的神通之力 那些原本被倒卷出极远的雾气 在这瞬息间急驰而来 从王林身边穿过 直奔那幽冥之口而去 星空震动之下 无数尘埃崩溃而出 化作一场风暴横扫 轰轰之下 尽数吞入那幽冥口 这幽冥口就如同是一个 巨大的黑洞吞噬一切 王林的身子在灵动与周锦 还有那倒鼓之力的环绕下 硬是在这犀利当中 稳住了身子 不但没有被吸向前方 反而缓慢的后退 其双眼寒光闪烁 在等待那最关键的机会 只是那吸力越来越大 仅仅是片刻 就已然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 星空层层层卷起直奔那幽冥大口 远处更是有轰轰之声 却见在这星域内的一些蛮荒星 竟也被这犀利卷动脱离了运转的轨迹 直奔此地而来 刹那间就有一颗庞大的蛮荒星 在那轰鸣下越来越快 如风一般从王林身边扫过直奔幽冥兽 与这蛮荒星相比 幽冥兽身子虽大 可还是无法比较 但这蛮荒星却在临近的一刹那旗上 突然出现了扭曲 却似转眼缩小 直接被吸入那幽冥之口 这一幕 看得王林是双眼瞳孔一缩 随着那犀利的不断增强 王林身体外那十几片骨膝 急速的旋转 形成了严密的封锁 在倒骨头颅与灵动周锦二人的加持下 不断的抵抗 还不到时候 幽冥开口 绝非只有这点威力 王林盯着那幽冥兽眼中 寒光渐渐的浓郁 轰轰之声回荡 却见远处星空中 几十颗蛮荒星急速而来 瞬息间就被吞噬进入了 幽冥兽的口内 这幽冥兽眼中露出焦急 它要吞的是王林 并非是这些蛮荒星与雾气 但对方在这犀利下 竟然没有受到影响 如此一来 让这幽冥兽双眼慢慢地露出疯狂 幽冥兽体内有一界 但这一界也仅仅是其神通而已 此兽既然有生机便有灵魂 也是血肉之躯 想要将其收服成为我本命之兽 并要在进入其体内封印的同时 不能被吸入那一界之中 我要的虽说是其张开 但却不是主动张口 另外 此兽神通并未全部施展 按照我了解的那些信息 此兽展开真正的吞噬时 会有魂出现 也只有在那一瞬间放刻封魂 在魂没出之前 不能去封其内部 否则的话 魂不出 则封印失败 王林看到那幽冥兽 牧中的交集 还是没有出手 而是操控身体 在那犀利下 缓缓地后退 这点犀利 或许对魯夫子来说 能起到作用 可王林身边有灵洞与周锦 更是有道骨头颅 还有那古神法宝 古西叶 完全可以抵抗 他的缓慢退后 落入幽冥兽眼中 此处全身 漠然间深蓝之盲 急速地闪烁 在那闪烁之中 其嘴部裂开的 八千丈裂缝 轰然间再次扩开 八千丈 一万丈 两万丈 四万丈 八万丈 直至十万多丈大 远远看去 这幽冥兽的大口 已然占据了 全身的大半 急样子扭曲 一眼看去 极为惊人 自其口张开到了极限 吼声从其口中 传出的刹那 这幽冥兽全身一阵 却见在其身后 赫然就有一个巨大的虚影 幻化而出 这虚影同样是一头幽冥兽 只不过其只有这一张口 这口的大小 堪比星域 这就是幽冥兽之魂 一或者是错觉 在亡灵看去 此受着虚幻而出的大口 一出 星空仿如化作了河水 无数修真心思 成为了河中有雨 在那一息之下 整片星空直奔着虚幻大口而去 在那漩涡的大口深处 可以隐隐看到 似有一个旋转的黑洞 这黑洞 正是那幽冥兽神通遗解 这一幕足以震撼 所有看到之人 亡灵的身体外 古稀叶环绕 在这一息之下 那些古稀叶顿时颤抖 似乎有些无法承受一般 甚至那灵洞与周锦二人 也是面色铁青 穿出地豪 但尽管如此 可亡灵的身子 还是在这突然暴增的犀利下 直奔前方而去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眼看就要被那虚幻的大口 吸入其内 往你眼中压制了 许久的寒芒 轰然爆发 在爆发的一刹那 他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狠狠地一哄而出 这一拳挥舞 立刻就把那倒骨头颅 卷入其中 更是在这一拳当中 灵动的堤吼 化作了巨大的灵动魔神雕像 环绕在这一拳内疯狂地冲出 那周锦同样爆发出了 拳捕之力 化作一头滔天血狼 在咆哮中 伴随亡灵这一拳 轰轰而去 远远看去 亡灵这一拳 仿若化作了一道 巨大的光柱 在那光柱外 血浪嘶吼 魔神雕像张开双臂 倒骨头颅在前如拳头之面 直奔那幽名兽虚幻的大口 这一拳是亡灵巅峰的一击 是融合灵动与周锦 几乎是三个第三部大能的权力出手 更是在这瞬息间 亡灵右目雷图幻化 直接飞出 融入此拳的瞬间 星空雷霆 轰隆隆地落下 把这四周形成了雷池 其左眼内 九色火焰燃烧 化作了一道火焰风暴 同样融入这一拳之内 这一拳 已经无限地接近第三部 空业大圆满之人的权力一击 接近了空之境中的第二个层次 空灵之境 轰然间 就与那虚幻的幽名大口 直接碰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惊天动地 那幽名兽怒吼咆哮中 虚幻的大口直接一震 竟然有了崩溃的迹象 但同样的 在其崩溃的同时 那犀利暴增起来 狂喜之下 赫然竟把亡灵这一拳 全部吸入口中 灵动上人第一个消失 直接被吸入幽名兽体内的神通一界内 紧接着便是周锦 在这巨大的犀利下 骤然消失 他二人的消失 为亡灵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因灵动与周锦的吸入 两个第三部大能的香火之力 堵住了这幽名兽体内的 黑洞一界树息 使得亡灵的身体停留在这幽名虚幻的魂之大口内 这虚幻大口就是其魂也是封印的重点 想要封印其魂便要魂出之后入其口 但又不能被吸入其体内一些 这一点亡灵在经过了一番细密的计算之后 虽说对于这幽名兽为何反常的 没有逃顿而有了出入 但眼下却还是达到了他最开始的目的 重新回到了其计算之中 时间短暂 周锦与灵动换来的数息很快就会过去 亡灵不假思索在这幽名兽的口内 双手恰觉猛地向前一点而去 与此同时 其眉心七个星点急速地旋转当中 赫然就从其额头飞出 七颗星点旋转而出 随着亡灵右手一指 赫然就印在了这幽名兽的魂口之上 已无王族古神 道古传承之意 风辱魂为本命神兽 请听小说 《仙逆》第1504章 《猎幽明》 王灵话语透出一股 不容置疑的力量 在出口的一刹那 它旋转而出的七颗星点 直接就印在了幽名的魂口 第一颗星一闪之下明亮起来 与此同时 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星 全部闪亮 一股沧桑的魂力 骤然间就传入那星点中 落入王灵心神 当七颗星点全部点亮之后 则封魂成功 但就在这时 时间却是流转过去 灵动与周景 已被吸入为代价 获得的时间已然不够 这幽明其神通一界 再次打开 吸力横扫 王灵的身子 立刻就有了 被吸入的迹象 说时迟内时快 危机之下 王灵低吼右手 抬起向那幽明浑口之内的 无尽之处 隐藏的神通一界 狠狠的一甩 呼啸间 所有的古西叶 全部飞出直奔旋转 如黑洞的神通一界入口 轰轰之声回荡 犀利刹那有了减弱的 同时第五颗星闪亮 但在其闪亮的刹那 古西叶被那漩涡黑洞吸走 犀利再次逼近 王灵眼中 寒光一闪 很是镇定 他虽说为了这获得幽明兽 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若是成功 灵动等人自然无碍 可若是在这关键的时候的失败 那么将会极为惨重 但此事在他决定之前 已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眼下的一切 还在其算计之内 最后两颗星 他有把握点亮 在这犀利诱线的刹那 王灵大袖一甩 但见其身后轰鸣当中 望月那庞大的身子 如冰山一角般 轰化而出 直奔那黑洞漩涡 瞬息间 望月的身体 就堵在了那黑洞漩涡内 在被其吸扯 进入其内的过程当中 为王灵换来了最后的时间 第六颗星亮起 第七颗星光芒骤明 幽冥魂口当中的七颗星 在这瞬间全部亮了 急速的旋转之下 魂之风终成 外部之风 魂风 内部之风 眼下王灵已经完成了两样 只剩最后了 古神七星在全部亮起后 留下烙印 回到了王灵的眉心 但就在这一刹那 却是有惊天变故 突然出现 那被封印的 幽冥之魂口中 突然就有一道七彩之芒 惊天地而起 这七彩之芒浓郁滔天 转眼之下就把这星空笼罩 数万丈的扩散 在看到这七彩之芒的瞬间 即便是王灵也愣了一下 七彩 那七彩之芒浩荡而起 横卷星空 把幽冥魂弥漫的同时 更是遮盖了 其旁那幽冥兽本体 七彩之光闪烁之中 更是有一股 无法形容的力量 从这幽冥兽体内 轰轰传出 与此同时 王灵印在 幽冥兽本体外部的 那封印顿时就有了 消散的迹象 转眼之下 就被这七彩光芒 冲散了大半 只剩下了一丝 而且眼看就要全部消失 还有其幽冥魂口中 刚刚烙印下的七星魂印 骤然就从明亮的闪烁中改变 一片暗淡 如同七盏烛火 在风中挣扎 随时都可以被熄灭一半 仅仅是瞬息间 便有三个星点烙印 直接熄灭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王灵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很难猜测出 这幽冥兽 居然有七彩之力 这七彩光芒 急速地闪烁 再次暴增明亮的刹那 赫然就有一个个虚幻的影子 从这幽冥兽魂口中飘出 明智 明智 求封天之道 众生虚度无量节 离开身欲一直念 奉之修真行 嗡嗡之声在这星空回答 从那一个个从幽冥兽魂口内 飘出的身影中传出 明智 众生亦于无量前 解禁盲事 脱困天之念 取来生道 奉之修真行 明智 所亡天之运 印明朝 众生之所不得真道者 长沉苦海 永诗真道 奉之修真行 那一个个身影越来越多 转眼之下就弥漫在了幽冥兽的四周 密密麻麻之下遍布八方 明智者 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阴隐明白了 他明白了为何这幽冥一反 常态没有逃顿 而是性格逆转 他明白了为何这幽冥兽 在雾气星域内会有排泄之物留下 他明白了为何这幽冥兽 竟然如此狡猾 目中之前还出现了睿智之光 他明白了为何封印大半之后 这幽冥魂内居然爆发出了七彩之马 他竟然在这千年内 吞噬了一处七彩界 王林心神震动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他的猜测没有错误 实际上在当年王林惊鸿一瞥离开之后 这幽冥兽便在这雾气星域内游荡 他性子胆小 虽说拥有极为强悍的实力 但这雾气内随意之凶兽 都会让他远远避开 不敢招惹 只不过显然他忘记了自己身上的威压 根本就没有任何凶兽与修士敢靠近 如此一来 他所过之处 凶兽奇奇惊散 游荡之中 这幽冥兽神志浑浑噩噩 他本就是如此灵智不足 一生当中都是在沉睡当中度过的 偶尔苏醒也是茫然的游走 只不过王林带着先选族人离去 使得这幽冥兽在苏醒之后 突然觉得有些饿了 游荡之中 他不敢离开这片雾气 只能慢慢的绕来绕去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突然有一天在他的前方雾气中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阵阵七彩之芒 从这裂缝内传出 更是刺在了他的眼睛上 更是在这一瞬间 从那裂缝内狼狈地 踏出一个身影 这身影衣衫破损 在出现的刹那 还没等看清一切 便有狂笑之声回答 终于出来了 终于从这该死的地方出来了 老道终于自由 只是这声音还没等说完 便戛然而止 那身影显然是看到了身前 幽冥兽那巨大的身子 更是感受到了 其身体上传出的 那让他恐惧的尾压 他的出现 也让幽冥兽愣了一下 一人一兽 在短暂的呆呆住室后 那身影额头 觅出冷汗 面色苍白无血 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 这一声尖叫传出的同时 幽冥兽本就不大的胆子 也在反应过来后 体内传出了轰隆隆的咆哮 这咆哮在任何人听来 都是极为恐怖之事 可实际上 这是他被吓到之后 与那身影一样传出的 惊恐之声而已 那身影身子颤抖着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重新回到了 那七彩裂缝内 疯狂地逃遁进七彩界 唯有其消失前 那凄厉的尖叫声音 还隐隐回答 幽冥兽在惊恐的吼叫当中 同样身子向后急急退去 这一退便是极远 他死死地盯着那裂缝的方向 眼中露出恐惧 他被吓着了 先是被那七彩裂缝的 出现所愣 又被突然走出的身影所呆 最终刚刚反应过来 立刻就被对方的 凄厉的尖叫 彻彻底底地吓破了心神 许久之后 这幽冥兽看到没人追来 犹豫之下 此时不多的胆子 也慢慢有了增长 思考了很久很久 这才小心翼翼地重新回来 望着那七彩裂缝发起呆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喜欢这七彩的颜色 很喜欢 若非如此 以他的胆小 绝不会重新回来 这一发呆便是百年 这幽冥兽在这百年中 就这样呆呆地 望着裂缝内的七彩之盲 一动不动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百年过去 他好像还是没有想明白 眼前这个裂缝是怎么出现的 又是什么 茫然中 因这七彩让他很是欣喜 离去又不舍得 于是便又开始了发呆 只不过 在这又发呆十年之后 却是出现了一次意外 这幽冥兽庞大的身子 数百丈大小的眼睛 无神地望着裂缝 而且距离这七彩裂缝 不足一丈 如此的距离 仿佛他想要去看看 裂缝内都有什么 那百年前 从裂缝内探出的身影 似乎在挣扎了百年后 终于鼓起勇气 再次从这七彩裂缝内 谨慎地探出了头 其头发披散 身子干瘦 样子极为凄惨 只是在他的头 刚刚深处的刹那 因那幽冥兽距离太近 这身影不由的眼前 以花带清晰时 则是煞白的脸上 再次有一声 惨绝人寰的声音传出 你居然还在 天傻的 你居然在外面 等了一百年呢 这身影恐惧惨叫中 再次后退 回到了七彩界中 不敢外出 突然的变故 让那幽冥兽 再次被吓住 许是当年记忆比较深刻 幽冥兽这次 只是后退了数万丈 没有远远离去 等了很久 不见裂缝 有人出来之后 忍受不住那七彩的喜欢 便又小心翼翼的回来 望着其七彩裂缝 继续发呆 时间慢慢的过去 第二个百年 第三个百年 第五个百年 直至有一天 这幽冥兽感到了饥饿 但又不舍得离去 思考之下 那缓缓的张开大口 向着那七彩裂缝 直接一口吞去 这一口吞下 更是有犀利传出 整个七彩界 所在的空间 彻彻底底的 被这幽冥兽 吞入到了 其体内的那一界中 亡灵尽管不知晓全部 但却可以猜到 过程与结果 在他身前的幽冥兽 镇镇明智着 难难之音 回荡星空的刹那 从那幽冥魂口中 在轰隆隆的巨响之下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石碑 石碑上 赤红的鲜血 清晰的刻下一段段 道经 第1505章 列 这一切都是瞬息间发生的 在那些明智者出现 阵阵道经明轮回荡的刹那 这巨大的石碑 幻化在了那幽冥魂上 其上的血红之字 透出一股疯狂的意念 在这意念之下 四周那些明智者 仿若发狂 传出了其声似吼 他们似被操控 急速的旋转之中 立刻就化作了一道漩涡 这漩涡内 蕴含了一股毁灭之力 轰轰转动之下 向着八方冲去 王林的身子在这冲击中退后三步 正要上前 但就在这时 那浮现而出的石碑上 所有赤红色的道经明文 立刻就幻化而出 形成了一个个符文 直奔王林而来 一路呼啸 那道经明文 转眼就临近王林身前 王林去过一处七彩街 知晓着道经的可怕 在那无数明文来临的瞬间 其耳边隐隐便出现了 悠悠的声音 喃喃诉说着道经上的内容 明智 求封天之道 这漩涡漩动之下 把那疯狂的意念 随着七彩之芒扩散 更是在这一刹那中 那幽冥兽的魂上 剩下的四个星点 再次有两个熄灭 与此同时 这幽冥大口慢慢地 融入进了幽冥兽的本体之内 在那漩涡横扫中 庞大无比的幽冥兽 带着眼中露出的恐惧 其身子急速地后退 她怕了 七彩街或许改变了她的性格 但其本性却是很难以忘 面对王林 尤其是此刻身体外 魂魄中的封印 还并未全部消失 她已经产生了浓浓的恐惧 在那道经不断地 向王林冲击使得 王林退后的一瞬间 这庞大的幽冥兽 展开了其另一样神通 虚化戒子 幽冥兽的身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极极模糊 紧紧退后了百丈 便立刻消失在了这星空内 随着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旋转成漩涡的 一个个明智者 还有那不断冲向王林的 一个个道经符文 星空下的一切 在这瞬息间 全部随着幽冥兽 彻底的消失了 王林双眼一片血红 她仰天发出一声怒吼 灵动周锦 还有望月古西夜 全部都在幽冥兽的体内 若是对方逃走 这代价太大了 此番猎幽冥 因这幽冥兽 吞了一处七彩剑 而出现了剧烈的逆转 尽管王林算计到了众多 但还是没有料到 这天地间居然有如此荒谬之事 一处七彩剑 居然在这雾气星域内出现 居然被这幽冥兽 吞入体内 绝不能让他逃走 王林双眼露出疯狂 他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整个人直接就出现在星空之上 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星空狠狠的一挥 轰然间 其右目雷图闪烁 直接幻化而出 笼罩方圆千丈之内 那九刀伴随之雷环绕在外 急速的旋转 天地轰轰 无数雷霆凭空出现 在这千丈内闪烁 形成了雷玉 大大大 王林带着滔天的怒火 吼声当中 雷霆本源从体内 全部爆发出来 那千丈雷图 被这本源之力一冲 顿时震动下疯狂的扩张 千丈万丈 十万丈 百万丈 瞬息间 这雷图就在不断的膨胀之下 笼罩了此地百万丈方圆 王林神色透出疯狂 右手抬起点在眉心 轰然之下 鼓神之力从其体内云涌 再给我扩 百万丈 三百万丈 五百万丈 一千万丈 王林吼声之下 其眉心低颗星点内 天皇炉骤然幻化而出 在王林大袖一甩之中 此炉直接就与下方的雷图融合 再扩 轰轰巨响之下 本就扩到了千万丈的雷图 在天皇炉的融合下 再次暴增 两千万丈 三千万丈 五千万丈 直至八千万丈 无尽形 与全部笼罩在了雷图之下 那轰隆隆的雷霆 疯狂的闪烁 把这八千万星空 彻底化作了滔天雷池 吞噬了七彩戒 也要成为我王民本命之手 你虚化阶子逃顿 我虽说寻找不到 但却可以将这里八千万丈 全部炼化 不惜 把这八千万星空炼成一粒尘埃 也要将你逼出 那幽冥兽虽说是虚化阶子 消失以极快的速度逃顿 但在其身体上 还有亡灵的封印并未消散 他可以隐隐感受到 对方正急速逃走 可还是没有走出这八千万丈之内 王林清晰的感受 自己在对方身体与魂中的封印 正急速的消散 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消失 如此一来 便会断了与其的那一丝联系 雷霆轰轰 王林左目瞳孔 九色火焰 骤然燃烧 直接从其墓内而出 与此同时在王林身后 朱雀虚影直接幻化 发出了一声朱雀之音 朱雀的出现 足以说明眼下 王林把体内火之本源 全部的施展了出来 那朱雀嘶吼中飞出 与九色火焰风暴融合之后 直奔着八千万星空而去 转眼之间 放眼望去 天地星空沦为一片火海 火中有雷 雷中有火 更是用那天荒炉内的炼化气息 把这八千万范围的星空 彻彻底底的 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炼化 炼炼炼 王林双臂以挥神色争鸣当中 吼声惊天 其四周八千万星空 以极快的速度 不断的被激炼起来 若是从至高 至上 向下看去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八千万星空 完全地与外界崩溃 仿若被单独地分割出来 在那雷霆与火海下 熊熊燃烧 王林已然疯狂了 红着双目 双手不断地掐绝 一道道尽至极速地打出 落入那正在被炼化的八千万张星空内 使得其炼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时间很急 耽搁不得 一旦那幽冥兽魂与身体上的封印消散 之前的一切全部都毁于一旦 王林没有第二个望月 第二个灵动 第二个周锦 去让他完成这猎幽冥的壮举 只是 八千万丈范围太大 根本就无法短时间内全部练化 而且就在这时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与那幽冥兽之间的联系 再次虚弱了不少 他尽管看不到 但却可以想象得出 那幽冥魂上剩下的两个明亮星点 如今只有一个了 在这急迫之下 王林反倒是平静了下来 冷冷地盯着四周 正在急速炼化的八千万丈星空 这短短的瞬息间 八千万丈星空 已然只剩下了七千万丈 并非是平面的七千万丈 而是整个星空 高至星之苍穹 下至空之黄泉 那些消失的部分 露出了旗下被炼化后的一片空旷中 细密的风界大阵之网 置于四周 被焚烧炼化的那部分 则是成为了永恒存在 螺天的崩溃之洞 沉默中 王林右手抬起 一甩之下 数十万静置 刹那幻化 其左手更是配合之下 出现了无尽的残影 以他最快的速度 这几席内打出了 无尽的静置 炼化的星空中 一把丝可以 坟灭世界的苍天鼓伞 浩荡而出 凝聚在了星空中 一股无上的威严 轰隆隆的就传开八方 笼罩无尽 坟灭鼓伞 散开灭界 王林右手抬起虚空 一抓之下 好似抓住了那聚伞之霸 双目平静中 左手向前猛的一挥 轰轰之声 惊天而起 却见那鼓伞一阵之中 打开了一城 滔天火焰 从那打开的一城伞内 疯狂的宣泄出来 直奔下方 炼化至七千万的范围星空 放眼望去 星空尽是火海 无边无际 熊熊火焰之下 一股惊天之危 传遍八方 那炼化中的七千万丈星空 更是被这坟界鼓伞的火焰 一冲之下 展开了迅猛疯狂的激烈 七千万丈星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直接轰鸣 六千万 四千万 三千万 一千万 直至六百万丈 仿若加快的数倍的炼化 刹那就急速收缩起来 空出的范围 露出了下方 大量的风界之阵 细密之瓦 更是在四周出现了 无尽崩溃之洞 还不出来 王林可以感受到 那幽冥兽就是存在于这六百万丈星空内 挥手间 却见那雷火交错的六百万丈范围之中 天荒炉 骤然幻化 在王林隔空一抓之下 天荒炉内九滴毒液 急速而出 融入雷火之中 这样的行为 不会损耗这极为珍贵的毒液 但却足以让王林有充分的时间 逼出那化作戒子的幽冥兽 轰鸣不断 莲花还在继续 转眼之下 六百万丈星空 撤回了三百万丈 更是在这一瞬间 这三百万丈星空 星气明晚 有阵阵黑色的毒物 融入其中 急速地扩散 就在这时 一声咆哮 焦急地传来 却见那被炼花的三百万丈星空中 一处眼看就要被毒物淹没之地 幽冥兽那庞大的身子 轰然幻化出来 在其身子出现的刹那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出 直接就临近 没等那幽冥兽张开 右手迅猛的就拍在了其头部 那只剩下一丝的封印之上 轰地一声 这幽冥兽没等张开的大口内 有闷闷的咆哮回答